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罪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93集 闭嘴 这他妈国造 这不是抓咱们的吧 司机杨靖勇喘着气 又抹了一把汗 肾上线分泌绝对超标 这车速快飙到90迈了 不过依然甩不掉后面的警车 三个人里牛健山见识最多 他注意到这条冷清的乡路上 根本就没有来去的车辆 他知道不可能不是抓他们的 一股末日情绪 慢慢地爬上了心头 他咬得嘴唇发白 双手握拳握得青筋暴露 这光景怕是要垂死挣扎 而后面不到三公里的追兵 依然不慌不忙 鱼最驾驶的这辆SUV 性能颇好 他总像猫系老鼠一般 忽然怒吼着加速 在快撞上的时候又慢慢减速 副驾上的李一峰可做不住 前面那辆车里的嫌疑人 让他有一种猫抓痒痒式的冲动 兴奋地一直搓手 不经意间发上车上的喊话气了 他来些了 抓着喊话气吼着 前面车上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放下武器 马上投降 奉劝你们 不要自绝于人民 否则 否则当场枪毙 有你这样喊话吗 电视剧里 不都是这样吓唬人的吗 冯少 你咋这么兴奋 比见了虎妞姐还兴奋 能不兴奋吗 以前哥可是当坏人 从来没成功抓坏人的滋味 一会儿谁也别跟我抢啊 我要亲手抓一个 大头 给我拍个英雄照 回去啊 让我家老爷子瞧瞧 所长 开快点 你也太慢了 别急 让他们跑一段路 凶醒摸一摸 一会儿就气馋了 我姑妈这呀 都是些不知道法字 怎么写的山盘 现在拦着 他们敢拼命 你也太胆小了 李一峰耿着脖子 很不忠意地斥了虞罪一举 虞罪眉头一皱 哭笑不得 自己第一次被别人这么评价 车继续飙着 李一峰继续狂吼着 让前面的人缴械投降 不过这群人看样子 是准备自觉于人民了 根本不搭理警察的呼声 车速却是越飙越快 虞罪看着这条 乙山的二级路笑 这地儿想跑都难 连锥了二十公里 拐了数道弯 在接近乡入口过弯的一刹那 满头大汗的司机杨静勇 开始猛揉着眼睛 似乎不相信前方路上的状况 还是牛剑山清醒 抢过方向盘 一脚踏上了刹车 车一个急杀 斜斜地停在了路面上 三个人一刹那 面如死灰 前方的路面上 聚集了数十人的队伍 队伍前面 三轮车 农用车 摩托车 已经把路面挡了个严实 想冲过去 那是不可能了 正是从乡里面 急迟而来 堵截的指导员 王斌一队 自求得福吧 快跑 牛剑山猛地 把大刚推下车 自己跟着跳下去 踩着大刚 跨步就往路面下跑 大刚也顾不上腾了 连滚带爬地往山上奔 司机稍微慢了一下下 不过也咬牙扔下了车 往警车停下的 反方向快跑 卧槽 快点 小心点 李一峰拉开车门 跳下车就追了上去 此时车刚停稳 后面的李呆和李栓阳 也奔出去 前面围着的队伍也动了 王斌一挥手 四散的乡亲开始追人 不过最快的是张猛 他一呼哨 大白狗奔着 就往山上追逃跑的几人 叫骂声四起 三个贼跑得是心胆剧烈 后面追得最紧的 却是李一峰 那两条腿 不愧是练过芭蕾的 急步追着一名头发花白 他认为危险最小的偷牛贼 追过了河道 追过了乱石滩 几乎触手可及了 他兴奋地一把 抓着那个人的后筋 抓住你了 嘿 那个人反手就是一拳 兴奋地要立功的李一峰 猝不及防 捂着鼻子直挺挺地朝后扬倒 远远的王斌看着大摇齐头 诶 湘景和湘景简直是一窝蜂 根本没张法 而且这战斗力实在够强 插到了 插到了 建河村的几位壮汉 终于觉住了一位 是司机 有人喊抓着人了 有人已经噼里啪啦的老拳揍上了 另一面李呆和李川阳 扶着一脸血的狗哨 兄弟们 别管我 把那王八蛋给我抓回来 疼死我了 把老子当牛秃打呀 这么狠 李呆忍着笑 李川阳飞奔上墙 鱼醉抄着一个木棒 正准备堵截时 一下子停住 他突然发现有些小趣 身边这群香酒 只见得李川阳 追在那位已经历劫的嫌疑人身后 手里忽悠悠地扬着绳子 嫌疑人稍一慢 嗖的一声把绳子甩了出去 跟着绳套套住了人 一拉 那个人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 不用看了 被村里人摁住 脸打带踩 于最狠痛心地侧过了身 其实他很反感这种以多欺少 不过相比这帮没底线的偷牛贼 这就不算什么 山腰上的张猛 早把最壮的一个大傻个子扑倒了 大白狗汪汪地叫住 那个人的反抗也最激烈 反手就要掐张猛的脖子 可不料他遇到最合适的对手了 张猛的拳头像机械臂 一顿痛殴 几下之后 这个大个子便没有了反抗的机会 只顾着抱着头 还是王斌在远远地吼着什么 张猛才不情愿地反靠着嫌疑人 拎着往回走了 分开人群而出的丽家园 快步奔上来 一对桃花眼眯着 视线不离张猛左右 等把嫌疑人扔在路边 他双手在胸前拍着 我猛哥 你打人的样子太帅了 张猛的汗勇力气 煞时间烟消云散 看着丽家园 给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 这个样子偏不巧 让李一峰给看到了 他想上前 却又害怕虎妞跟前那只大白狗 无处发泄了 他拉着李戴和李川阳 你们说 难道老子不够帅吗 李戴愣了一下 看着狗哨两只胡乱塞着 卫生纸的鼻孔 鼻梁肿的老高 帅 这么惨兮兮的 连李川阳也不忍说不帅 可李一峰看着 丽家园和张猛的亲热劲 越来越酸 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够帅 他火冒三丈的 一脚踹在抓回来的 嫌疑人的屁股上 老子这么帅的脸 你都惹性下手 简直是自权于人民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一看就是没文化 不想活了的意思 李戴和李川阳笑着溜梦 李一峰压着嫌疑人 蹲到了路边 大声训着 好歹找回了一点 作为警察的自信 这边训着 那边群众早就看不过去了 吐唾磨的 拿棍子戳的 破了把血泥往偷牛贼身上扔了 群情激愤 可把旁边的王斌吓着 生怕再出其他的事 赶紧让乡警围成一圈 护着三个嫌疑人 自己指挥着村里几个人 拉着车上的棚步 哗的一声 棚步拉了下来 被偷的那五头牛 闷闷在叫 这一下子 王斌俯兄长笑 向鱼醉直竖大拇指 大吼一声 这一句好不威风 好不志得意满 乱嚷嚷的人群 跨上了摩托车 爬上了三轮车 前面开道的 后面护卫的 握着喇叭使劲嘚瑟着 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 警民联合队伍 大局已定 于最孝 这一刻他有一种感觉 好像曾经有过 看着喜气洋洋的村民 看着扬眉吐气的乡警 他缓缓坐回到车上 关掉了一直想着的警报 在启程的时候 他突然鸣雾 那是一种 躊躇满志的感觉 一种对他来说 久违了的感觉 他也发现了 为什么自己 一直舍不得这身警服呢 那是因为他太喜欢 这种享受的感觉了 从下午四时左右 回到乡里 把嫌疑人关起来之后 阳头牙乡的派出所大门 就一直关着 十里八村早闻听派出所 居然抓到了偷牛贼 甭提多来劲 不少村里的闲人散汉 都去到派出所看热闹 不过大门一直没有开过 让企图来满足一下 好奇心的村民失望了不少 门虽然关着 可是里面没有闲着 大家就在董韶军和周文娟的指挥下忙活着 从车上收集证据 采样 根据嫌疑车辆反查 根据嫌疑人的指摸对比 还从嫌疑人的身上搜到了化学合成物质 董韶军化验分析以后 不得不承认江湖伎俩很难识破 他学了几年的警务知识 居然搞不清楚 嫌疑人身上那些散发着怪气味的东西的大致成分 一个小时以后还没有提审 指导员坐不住 他想进所长办公室问一问鱼罪 可看到鱼罪头靠着椅背 又在有一搭没一搭的玩硬币的时候 他没敢打扰 他现在明白了 所长玩硬币和呆头挠后脑勺 狗哨咬手指是一种行为习惯 那是在思考的 两个小时以后 天已经黑了 王斌出门安抚了村民一番 让大家先回去休息 凡问及案情都是一句挡回 你家又没丢牛 关你什么事 可丢牛的呢 王斌也是不客气地回去 贼都抓到了 还怕赔不上你家的牛啊 年后要没有赔你 你来帮我牵回去 多人小说剧 鱼罪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